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这节数学课 我们就一起继续从生活问题入手 积极思考 感受数学的魅力 六年级有三个班 每班有两个班长 开班长会时 每次每班只要一个班长参加 第一次到会的有A B C 第二次到会的有 B D E 第三次到会的有 A E F 请问哪两位班长是同班的呢 屏幕前的同学们 让我们再静静地看看题 同学们 你们都读懂题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几位同学是如何理解题的 小U说 他知道 A B C D E F 分别表示三个班的六个班长 每班有两个班长 小C说 知道每次开会 每班只有一位班长参加的意思 就是同班的两个班长 不可能都到会 也不可能都不到会 小U说 他知道第一次到会的有 A B C 三位班长 说明 A 不可能和 B C 是同一个班的 A 只有可能和 D E F 中的一个是同班的 小浩说 他也是通过第一次到会的有 A B C 三位班长这个条件 知道了 A B C 中的一个分别会搭配 D E F 中的一个 刚才四位同学不仅对题目中的信息进行了提取和分析 还对信息背后的含义进行了深入的理解 这是我们能够顺利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通过刚才我们对题译的理解 李老师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了 下面就请你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 将自己的想法在学习单上表示出来吧 一会儿我们一起来交流 同学们 你们有想法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几位同学是怎么想的吧 小浩说 他是用排除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因为根据题目中的信息可以知道 第一次参会的是 A B C 三个人 这说明他们三个肯定不是一个班的 所以他们三个人可以分别代表一个班 只要找找谁会和他们一个班就可以了 比如说以 A 为例 根据第一次参会情况 先排除掉 B C 根据第二次参会情况 A 和 F 都没有到会 说明 A 和 F 不可能同班 排除掉了 F 再根据第三次参会情况 A A 和 F 同时都到会了 说明 A 和 F 同时都到会了 说明 A 和 F 不可能同班 排除掉了 E 这样就找到了 A 和 F 是同一个班的 接着在确定谁和 B 同班时 根据第一次参会情况 先排除掉 A C 根据第二次参会情况 B D E 参会了 因此他们三个人不可能同一个班 排除掉 D E 所以最后推出 B 和 F 是一个班的 同理在确定谁和 C 同班时 根据第一次参会情况 先排除掉 A B 根据第二次参会情况 B D E 同去 而 F 没有去 因为 C 和 F 两人不能都不去参会 所以排除掉 F 再根据第三次参会情况 我们再来看看小叶是怎么想的吧 小叶说 它是运用表格进行分析的 竖着看 A 只能与 D E F 中的一个是同班的 横着看 D 只能与 A B C 中的一个是同班的 然后用符号对勾与叉子来表示是否同班 根据条件进行分析 根据条件进行分析 根据条件进行分析如下 一起开会的就一定不同班 所以根据第二次第三次参会情况来看 就可以确定四个叉子 这四个叉子表示 A E A F B D B E 是不可能同班的 然后很容易就能确定 A D 同班 B F 同班 因为每一行每一列只能有一个对勾 所以随之就能确定第三列中 C 和 E 是同班的了 从而顺利解决问题 同学们 刚才我们看了小优和小叶的作品 也听了两位同学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思考过程 那你有什么想法呢? 对此 小浩有他的想法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小浩说 他觉得小优和小叶的做法 都是从题目中的信息入手 按照三次参会的情况 不断地进行排除 就像小浩说的那样 小优和小叶都是采用了排除法 通过不断地排除不可能 从而找到了最终的结果 下面让我们再来看看 以下三位同学又是如何表达的呢 小西说 他把 A B C D E F 这六位班长横着依次写好 把三次参会情况纵向写好 然后把每次的参会情况 用汉字 没和到记录下来 这样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 每次开会都是谁去了 谁没去 通过第一次参会情况 我们可以知道 A 不可能和 B C 同班 A 只可能和 D E F 中的一个同班 再通过第二次参会情况 可以看出 A 不可能和 F 同班 因为他们两个都没有去参会 所以这时候 A 只能和 D E 同班 通过第三次参会情况 A 不可能和 E 是同班的 因为他俩都参会了 所以推出 A 只能和 D 是同班的 小彤说 他是采用列表格的方法 将六位班长三次的参会情况 统计在一个表格里面 用对勾表示出三次参会情况 然后他分别以 A B E 为突破口 用排除法不断地排除不可能的情况 例如 想找到 A 与谁同班 因为第一次参会的有 A B C 所以 A 不可能和 B C 同班 排除掉 B C 又因为第三次参会 A E F 所以 A 不可能和 E F 同班 排除掉 E F 最后推出 A D 是同班的 小彤说 他就是通过不断地排除 谁不可能和 A B E 同班 从而找到 A D 同班 B F 同班 B F 同班 C E 同班 他觉得这样做呢 可以直观清晰地呈现题目中的已知信息 便于我们整体把握这些信息之间的关系 从而推理得出结论 小号说 他也是采用列表的方法 他是用 1 表示参会 用 0 表示未参会 后续的推导过程 他都是跟小彤是一样的 同时 他还想解释一下 刚才 小彤提到的 为什么以 A B E 为突破口 因为小号发现 这三位班长都是有两次参会的情况 这样只要看表格中 找到谁是一次参会的 并且在参会的次序上是互补关系的 就能判断出他们是一个班的 例如以 A 班长为例 B 他是第一次 第三次都参会了 通过观察表格发现 B 只有第二次参会了 所以判断 A 和 D 是同班的 再来看看 B 他是第一次 第二次参会了 F 是第三次参会了 所以判断 B 和 F 是同班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就能很快地发现 C 和 E 也有这种互补关系 所以 C 和 E 是同班的 屏幕前的同学们 刚才大家看了小西 小童和小号的作品 你们有什么想法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小西和小雨是怎么想的吧 小西说 他看到小童和小号的方法 感觉自己的方法跟他俩的一样 都是将信息整理到了表格中 采用列表格的方法 对信息进行提取和梳理 这样看起来很清晰 同时 他觉得他们三个人 都是运用排除法 不断地排除一些不可能的情况 从而逐步缩小范围 最终找到答案 小雨说 他同意小西的看法 他在这里呢 还想对小号的作品有一些补充 他觉得用一和零表示参会和没有参会 不仅是作为符号进行记录 其实他们在这里还有计数的作用呢 大家看 小雨说 他把小号的表又进行了改进 多出一项每个班长出席会议的总次数 这样 他就将每个班参会的总人次三次 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例如 D E F 中 只有 E 是参会两次 A B C 中 只有 C 是参会一次 2 加 1 等于三次 所以 C 与 E 是同班的 同时 小雨还发现 这个推导过程跟大家常玩的游戏 俄罗斯方块是一样的 他将各位班长的参会情况用图表示出来了 C 班长参会的情况是这样的 E 班长参会的情况是这样的 最后 他们能像俄罗斯方块一样组合在一起 说明他们是同一个班的 那 A 的参会情况是这样的 D 的参会情况是这样的 它们能组合成完整的长方形 所以 A 与 D 是同班的 同理 B 的参会情况是这样的 F 的参会情况是这样的 它们也能组合成完整的长方形 所以推出 B 与 F 是同班的 同学们 小雨的方法你听明白了吗 是不是感觉很奇妙 小雨通过竖 形 结合的方式 将推理的过程生动地展现出来 太有创意了 同学们 这是小程的作品 你们能看懂吗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小程的想法 小程说 他的方法有点像我们学过的 集合图 把有相同班长的信息进行组合 通过第一次参会的有 A B C 第三次参会的有 A E F 所以 A 班长和 B C E F 4 位班长同时参会了 也就排除了 A 班长和他们同班的可能 最后就剩下 D 班长 从而推出 A 班长和 B 班长参会的两次信息也组合在一起 A B C 和 B D E 参会了 从而推导出 B 和 B C 同班的 和意是同班的 同学们 小程的方法 你们听明白了吗 小程巧妙地将信息 与图形组合在一起 通过排除法 找到了答案 是不是感觉特别巧妙 让我们再来看看 小冬的创意表达 小冬说 他和小程一样 也是将题目中的信息 与图形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的 与小程区别的是 他使用的是立方体 他用正方体的六个面 代表六个班长 因为每个面 都有一个对面 和四个林面 所以可以设 对面的为同班 林面的为不同班 这是六个班长 三次参会的情况 仔细观察这三幅图 很容易地就能找到 每个字母 所在面的相对面 当A为正面时 B C E F 为林面 所以 A 与 D 相对 推出 A 和 D 同班 当 B 为 E 为正面时 A C D E 为林面 所以 B 与 F 相对 推出 B 和 F 同班 刚才小程和小程和小程和小冬 都是将题目中的信息 与我们学过的图形 结合在一起 通过排除法找到了答案 真的是太巧妙了 通过今天的学习 相信大家一定都会有自己的收获的 让我们看看下面四位同学 都有哪些收获呢 小U收获到了 审清提议很重要 对信息进行梳理 便与我们理解提议 小程说 他觉得可以采用列表格的方法 对信息进行梳理 再解决起来就特别简单了 小浩说 使用排除法进行推理 我们在二年级就开始学习了 到现在我们还在学习它 说明它真的很重要 小彤说 其实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还可以和以前的知识综合运用呢 同学们 今天我们经历了在解决复杂问题时 可以借助列表格 运用排除法 逐步缩小范围 最终找到答案 你学会了吗 让我们一起应用今天的方法 来解决一些问题吧 王阿姨 好好地想一想 你们有想法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小程和小叶是怎么想的 小程说 这个问题可以用刚才列表格的方法来解决 小叶说 小叶说 可以用列表格的方法将信息边梳理边进行推理 这样可以更加直观 小程说 列表格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确定表头 我们可以将王阿姨 我们可以将王阿姨 确定了 确定王阿姨是教师了 确定王阿姨是教师了 因为题中说 只有刘阿姨和李叔叔的职业相同 所以推断出丁叔叔只能是军人 接下来就剩下刘阿姨和李叔叔了 因为题中说 只有刘阿姨和李叔叔职业相同 而这时教师军人的职业上都已经有对应的人了 只剩下工人这个职业上没有对应的人 所以马上就能推导出刘阿姨和李叔叔的职业是工人 刚才小程和小叶用列表格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屏幕前的同学们 你们都解决对了吗 好了 让我们来布置一下今天的作业吧 第一项作业是数学书第103页第6题 在解决这个问题时 可以先想一想 这个问题用到我们以前学过的哪部分知识呢 第二项作业是数学书第104页第7题 在解决这个问题时 看看是不是可以采用列表格的方法 边梳理信息边进行推理呢 同学们 我们今天从生活中一个特别平常的开会问题入手 以数学的视角来观察它 运用列表格排除法 最终找到了答案 好了 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 同学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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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